嘉義在地現代局團 軟劇團 創團15年 團長紅條欠 親主教育記者會 選擇在嘉義本創橫区 成立新嘉義做 作為局長演出的長地 今天晚上是退出規模修演 十八年人 台義先贏仙 當時也選擇將首都交無二度喊涯150名的軟劇團之友 要讓局團的文化維修在嘉義沉京 整個當時有一個年輕做的大學生 並且希望自己的家鄉也有非常好看的心情 等到嘉義創立軟劇團 儘管各種的挑戰普世 對操縱時期到現在有一定的規模 走過十五年 團隊有汪兆千親主在交開到記者會 正是三個軟劇團在在嘉義設的新記者 嘉義做 正是贏文 我們軟劇團 我們是嘉義第一個現代劇團 我們是從2003年開始 我們的腳步 剛好一直到今年 2018年 我們滿十五年 所以今年是我們做十五歲 人家說十五歲實在是一個很特別的年紀 那所以這一次呢 我們特別在這個時節 我們要宣布我們第一個是今年十五週年的相關紀念活動起跑 那第一跑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 我們在嘉義市的自己營運的小劇場 新嘉義座要來正式的上路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新嘉義座這個空間呢 未來在嘉義市我們的民眾能夠有一個 可以近距離接觸藝術 觀賞展演 然後透過很多的課程互動來打開視野 然後接觸藝文的一個機會 今天的記者會頂頭包括嘉義市府市長 中輝報 文化局 新任的局長林清平 嘉義市長參選人 文明會都親足夠現場支持 在地企業嘉義電主的黨署長孔德偉 後期由憑本部黨署長王希文 近期專列收聽 軟劇團嘉義做的修演 十八堂人在意勝平 軟劇團他們經過了15年 非常艱辛的營運 但是也表示說他們是非常有實力 而且在各界的支持認同之下 能夠走出了15年 那15年之後他能夠選擇 在我們文創園區能夠正式的一個駐點 那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興 也謝謝我們的文創園區 給予軟劇團這樣子一個支持 那未來文化局絕對不會缺席 我們要讓我們的有才華 有對故鄉非常重視的孩子們 回到嘉義的時候 他會讓他們覺得說 我們公部門也是在支持他們 讓他們更有勇氣向前 我相信軟劇團在回顧跟前戰的時候 他已經做了最好的準備跟宣告 我覺得我們能做的是什麼 當他開始成熟了 15年來有大家一起努力 我要特別感謝 因為曾經有青少年 還告訴我 因為有軟劇團到學校裡面去 那一年我們辦的時候 到學校裡面去 對他影響很大 所以我覺得 當我看到這樣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做的是值得對 在各議門創園區的協助之下 在分析裡面揮動的歷史建築 作為嘉義做的責任 五十元的社協定 配備有基本的 訂購、冷氣、下、無德地板 從來 二十五號 要擊敗特區無修園 十幾年人 待會兒三、三、三、三 以來也將會 上太神擊敗電演 鋼澤、涵桿、作風的客廳 已經到達完 優泰的業務活動 來豐富嘉義賓 我們將會補貨生活 細心新聞 土教兵王修先生 跟他一起 彩虹不得 待會兒在右邊